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染的层级把它降级从甲类变成乙类 而且取消的入境隔离等措施 那么昨天还进一步的发布松绑的方案 凡是持入境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就不用再实施全员的核酸检测 同时也取消了国际航班的管控 恢复受理中国民众出境旅游的签证 这种种的政策表示说 三年来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所谓的严格清零政策 已经宣告失败 寿终正寝 但是非常封刺的是 2019年的12月26号 也就是整整三年前 那一天也就是中国政府宣布 武汉封城的日子 然后我们就看到 整个疫情就往全球各地扩散 而经过三年的防疫努力 好不容易各国终于克服了困难 转而能够跟病毒共存 但中国现在却是在毫无准备之下 改变了清零政策 放宽国门管制 现在各国都是如临大敌 担心中国的疫情会再度向外扩散 已经有不少国家都已经针对中国的入境者 采取的严格的这个检疫措施 日本是动作很快 27号他们紧急宣布 从30号开始要加强入境防疫措施 要求从中国到日本 以及七天内去过中国的人 入境的时候都必须要裁减 如果是阳性者就要隔离七天 根据共同社报导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在27号这一天 他以中国染疫人数骤争作为一个理由 宣布了这一项的一个措施 那么岸田他说 因为中国的中央跟地方 还有政府跟民间 关于疫情的资讯存在很大的差异 所以很难掌握详细的状况 这导致日本国内的忧虑情绪加剧 所以现在日本政府限制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航班的数量 那么来自中国香港澳门的航班 仅限于在东京的成田 雨田 关西 以及明古屋中部机场 这四个机场起降 那么目的就是要避免 受到中国疫情升高颇急 那么岸田特别强调说 这些临时措施 主要是为了避免染疫的患者 迅速涌入日本 但是政府将会根据后续的情况 采取灵活的应对做法 除了日本以外 也有不少国家担心中国的疫情 大家会很好奇 这些国家 难道他们为什么会担心 中国的客人会成为新的感染来源 照理讲 他们不是应该张开双手欢迎路客 来提振他们的经济吗 好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措施之后的影响跟反应 自从他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说 从明年1月8号开始恢复受理审批 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 还有房友申请普通护照 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 消息公布15分钟 国际机票瞬间的搜索量就增长了7倍 最热门的目的地是日本韩国跟泰国 但是就像日本首相岸田所担心的 因为中国的中央跟地方政府跟民间 关于疫情的资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么外界很难掌握他的实际的状况 因此不但日本立刻做了一个严格管控的宣布 那么印度他们在23号已经有出现 从中国回到印度的人确诊的病例 所以现在也是绷紧的神经 开始在国际机场 以2%的比例来抽检入境的旅客 而且在知名的景点要加强防范 那么意大利是从24号开始 要求米南的马尔片萨机场的 中国入境旅客要自费接受核酸检测 南韩是从16号已经把中国列为 检疫检查验的重点国家名单 那么在首都跟仁川国际机场 对重点管理对象要加强入境审查 凡是有症状的人跟他的同行者 都要接受核酸检测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说 当中国政府从20号开始 不再公布每天新增的病例数了之后 甚至在隔天中国政府还说 说中国的疫情流行跟病亡数 始终保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 这是官方的说法 但是我们一方面又看到 他的这个急救中心呼叫 这个急募 这个紧急招募志工 以及出现了医疗跟殡障体系崩溃的 种种的一个画面 甚至呢大家看到的是 中国的这个富有学术声望的一些 所谓的两院的院士 在这个月就有多达几十人过世 而且北京有大批的中共资深党员 接连的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个染疫死亡 所以这些都说明 并不是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子 所谓的这个疫情流行跟病亡数 保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 好那因为中国官方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提出 到底有多少人染疫身亡的 一个可靠的数据 而且还透过种种手段的引力真相 所有国际媒体只能设法到一些 比如说到殡仪馆到火葬场去看 他们发现有殡仪馆的柜台 贴出了告示说要求这个家属 在办理手续的时候要承诺说 死者并不是死于这个新冠肺炎 另外还有网友指控说 他的母亲25号染疫病死 但是在填写这个死亡证明的时候 医生却威胁他说 你这样做是不是想要闹事 因为只要死亡证明写上新冠 那么医院就要查核 那么一旦属实就得通报市委 市卫健委 所以医师问他说 你是不想让你母亲火化的吗 好这个等于是说 用种种的手段来管控 所谓的这个染疫死亡人数的讯息外泄 那么另外呢自由亚洲电台 他们得到了这个政法系统的知情人士的一个透露说 当局已经下令警方要接管火葬场 不准往生者的家属自行运送遗体 那么另外呢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之下 现在政府明令要求 即使是你经过病毒核酸检 这是阳性的人还要照常上班 那么种种的迹象是因为显示 我们昨天也谈到说 中国现在财政已经无以为继 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个想法是要 让疫情快速的达封 也就是说让大家 更多人的感染来达到免疫屏障 就是所谓的集体免疫 而这个过程要付出的代价 却都不是他们要在所考虑的 好那么中国动态清理的政策正式的终结 医疗专家估计 中国的半数人口相当于7亿人 将会在近期 这近期大概是两三个月内会感染 那么加上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发布 每天的疫情资讯 所以现在专家就呼吁 北京当局应该要提高病毒基因的透明度 而且警告说 中国人口众多免疫力又有限 在病例激增的情况底下 恐怕会成为新变种病毒的温床 那么现在连日来 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民众跟医护 他们纷纷透过网络爆料 说有很多染疫者被诊断出 这个是严重的肺炎 甚至是出现这个所谓的白肺的症状而夺命 那么关于中国是不是隐瞒新变种病毒 难免以人 起人疑斗 而且也高度 也有人高度怀疑说 这个Delta跟Omicron是同时在中国流行的 当然官方是否认新华社 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这个病毒所的所长许文波 他说中国境内没有Delta疫情 也没有突变病毒 而且他还声称 从12月初到现在中国出现的病毒 亚分支总共有31个 包括正在国外加速传播的BQ.1 还有XPB等 都全部是属于Omicron的变种病毒 所以呢 简单说 他就认为说 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变种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担心的 但美联社引述专家的看法 认为说 这个中国出现病毒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的接种加强剂的比率比较低 尤其是中高凌层的更低 加上中国的国产疫苗效力 不如西方的MRNA疫苗 而且很多民众的疫苗接种是一年多以前 所以免疫力 这个肯定是逐渐的减弱 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 雷一他认为说 中国人口庞大 而且免疫力有限 所以可能会让新冠变种病毒爆发 因为这种情况在过去一年 很多的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主要的 现在各国的这个 这个免疫力能够提升 主要是因为疫苗的接种 或者说是感染之后 逐渐的出现的这个某种程度的免疫能力 也就是说所有专家都告诉你说 并不是病毒本身的威胁程度下降的 而事实上是这个疫苗接种 跟这个感染之后的免疫 而这些条件现在中国都不存在 所以像美国欧海尔州的这个病毒专家 他就认为说现在中国已经检测到 很多的Omicron的变异 包括BF.7等 那么这一些变异的病毒 有很强的免疫脱逃能力 也是造成疫情激增的一个原因 那么中国的病毒传播速度 现在看起来是超过了全球大流行期间 任何地方的一个传播速度 所以包括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的讲座教授高本恩 他都认为说估计中国一半人口 将在不久之后染疫 而这个染疫会不会背后 顺便把这个所谓的变种病毒 这个产生出来 并且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 这个解封 管制的解封 大量的中国人口往外移动 那么向世界各国来这个散播 这个我想也就是许多国家 现在要严正以待的一个原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跟大家来说一些 中国的五毛 怎么为他的一个动态清零失败 来做辩护 以及我们要关注的是 那么台湾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这样的一个局势 最近无价上涨真的很有感 感觉荷包都要大缩水了 真的 理财好重要 像我每天都会上 原富证券YouTube频道 看原富Good Morning 因为这个节目 帮助我累积了不少投资观念 我也有订阅 我是翻转学堂 和产业这件事的忠实观众 我还很爱看三分钟学投资 如果还不知道 现在立刻订阅原富YouTube频道 好好学投资 原富证券 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准之许可称造 字号为108年 今晚正走字第0031号 开启卖房寻宝之旅 恭喜您通过第一关 好运Live Boys 立即光 哇 没想到新一房屋卖房 这么有趣 还有寻宝好礼三重送 呱呱乐 售屋咨询来店里 Dyson大方超 欢迎前进第二关 新一房屋科技卖房新法宝 AI大数据只能配按 叮咚只能赏屋 哇 哇 也太多配对买方出现了吧 新一房屋 为您的房子找到对的人 好 欢迎回到社长关键评论 那么我们连续几天 都要谈中国的疫情 那么现在事实上 动态清零是已经失败了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五毛啊 现在还在为他们的政策 来做辩护 那么他们说了哪一些 这个精彩的 荒谬的这个言论 比如说 第一个他们说啊 中国动态清零啊 保护了老弱病者好多年啊 延长了他们好几年的寿命啊 这个就是说啊 最近死亡的一些 包括两院的院士啊 如果不是这个动态清零 可能早就死了啊 所以呢 说这样更证明的中国政府 才是最以人为本啊 这是第一种说法啊 那么还有人说啊 中国现在并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啊 每天啊 你看政府公布都只有个位数的死亡 而且呢 很多都是其他病发症造成的啊 所以呢 还是证明动态清零是正确的啊 中国还是这个战胜了世纪疫情啊 是最大的赢家啊 那么再来还有人说啊 跟美国死亡超过百万人相比啊 中国现在的死人的数字微不足道啊 所以可见真的是东升西降啊 中国抗议政策远比西方成功啊 但是当然他们啊 对于啊各国专业所评估的说 未来三个月中国可能会有一半的人口确诊 甚至有两三百万人死亡啊 他们是完全不相信的啊 然后呢 接着他说 世界各国啊 人民对政府的抗议政策都是不满的啊 但只有中国政府到现在 还是有极高的名望 接近百分之百的支持度啊 可见中国最伟大啊 这个当然都不是实情啊 因为中国民众啊 现在对政府的不满 事实上是恐怕习近平啊 执政十年来面临最高 最也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挑战啊 然后呢 又有五毛说啊 中国现在解封啊 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啊 是故意等到全球疫情缓和 病毒变种减弱啊 之后才解封啊 这也证明 动态清零已经达到了战略目标啊 所以就像习近平说的啊 已经一个新的啊 这个阶段又来了啊 所以我们要怎样怎样等等 反正政府怎么做都对啊 然后呢 接着又说啊 中国经济在解封之后 将会全面复苏啊 各国的投资啊 蜂拥而至啊 那么中国将会重新夺回世界工厂的地位 而这反映出来 果然中国的举国体制啊 对经济发展能够收放自如啊 当然是有这样的体制优势啊 好这一点的话 现在其实还要经过检验 因为现在各国对于中国 接下来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是不乐观的啊 那么甚至已经有评级机构啊 把中国原来可能超越美国的GDP啊 从原来的啊 这个最乐观的2028年已经延后到2036年啊 这是英国的一个机构所讲的啊 好那然后呢 对于现在啊 一些批评或者是担忧中国疫情的状况啊 他们这些五毛就说啊 这是一小撮汉奸养奴卖国贼啊 他们联手外国势力来抹黑中国啊 他们故意把中国伟大的抗议成就说成啊 这么不堪说这种阴谋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好在这个同时啊 除了五毛的言论之外啊 这个这两天呢 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跟抗议有关的一些 可以说是让人家哭笑不得的 黑色幽默的一个新闻啊 这个一个是浙江省台州市啊 市中心的医院啊 他们的电子看板啊 这两天以燕红色为底啊 配这个烫金字啊 这个挂出来说啊 热烈祝贺我愿急诊服务人次突破两百万啊 那么事实上是表示说啊 有那么多人进来看病 结果他们把它当作是医院的绩效啊 另外呢 河北省啊 邯郸市永年区啊 民政局啊 他们也是商事喜办啊 说进入12月以来 火化场啊 以最强最强干劲完成了兼具的火化任务 每天平均火化遗体量从1到10号的20剧以上增加到了18日的41剧啊 说这个成就受到了群众的好评跟领导的肯定啊 所以呢他们要决定给予火化场因为他们的优异表现啊给予全局通报表扬啊 这两件事情啊都在网络上被中国的网民骂翻了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啊 你的资讯完全不透明啊 你垄断了一切的宣传的机器啊 把一切反对的声音都抓去坐牢 而且你无视科学数据随便定义疫情啊 这种无耻而且是无敌啊 这样讲的话你当然什么都可以说是伟大胜利啊 好那么来看我听完了这个中国出现的一些让人家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些情况之外 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那台湾啊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啊 现在呢刚讲到说啊这个其他国家都已经在强化对于从中国入境者的一个这个管控跟筛减啊 我们台湾现在还是围请现实现行的国境防疫措施了 那么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日本啊本来是只看有没有接种三剂疫苗不必筛减啊 现在是担心有大量的中国观光客入境啊 因此来增加了这个这个有确诊者要先经过隔离啊这样的一个措施啊 但是他说台湾啊我们目前的政策是提供入境者四季快筛 然后每两天快筛阴性才能够出门啊 而且加上啊我们只有这个持有居留证者还有台商可以从中国入境啊 那么中国大陆的人啊基本上是不能在台湾观光的啊 所以他们认为啊不至于出现所谓的中国观光客蜂涌的一个情况 所以台湾还维持现行措施啊 好那台湾的医务管理学会的理事长洪子仁啊 他分析说啊 那么台湾自力降低感染率跟致死率采取的是逐步解封啊 那么中国有中国的思维啊 因为中国是说如果照台湾的路慢慢的来来进行解封啊 可能要到明年的6月或7月才有办法 但是显然我们前面的分析啊 他的经济啊已经承受不了了啊 所以他们现在是选择让确诊的数目快速上升啊 那么后续呢就可以快速下降 因此来缩短经济衰退的时间啊 但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啊 确诊者人数会非常的多啊 而且弱势族群啊势必还会有人命的损失 那么洪子仁认为说 目前两岸四个行点 每天从中国入境的大概800人啊 占入境总数大概3.5%啊 这个比例不算高啊 所以还看不出来啊 对台湾疫情会产生重大影响啊 他说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 当中国大规模感染的时候 会不会像英国啊印度一样都产生了新变的新种的病毒的变异株啊 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要提高边境监测的强度啊 例如对中国入境者降低需要筛检的标准啊 那如果确诊更要做定序的病毒株的一个这个检验啊 来了解啊是不是出现了新的这个变种病毒等等啊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防疫到目前为止 尽管啊很多人还是不满意啊 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是真正的有序的这个开放啊 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啊 大家也看到啊似乎有个第三波疫情也来了啊 因为啊你昨天公布的新增的确诊数啊 来到了两万四千多例啊 这是时隔一个多月啊再度突破两万例的关卡 比上个礼拜二大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啊 所以指挥中心指挥官王碧胜就认为说从趋势来看啊 Omicron的第三波疫情已经开始 而且上升的速度很快啊 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我想听众朋友你会认同我的看法啊 我们真的对于来自中国的可能的疫情的扩散啊 真的必须防备啊 所以我就忍不住想到说前一阵子啊 政府啊对于这个小三通的开放啊 那么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管控啊 哇这个一堆人骂得要死啊 说哎怎样怎样等等啊 他们都没有考虑到说啊 万一啊真的从小三通那边啊 没有错很多台商希望有个便利啦 但是呢如果不做管控一方面他在金门那个地方转停流转机的时候可能确诊的你就必须留在金门的医院 金门根本没有足够的负荷能力 而且他会很有可能传播到台湾来啊 所以这一些你说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行稳致远的一个做法 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支持啊 好那么最后呢要感谢新一房屋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最近如果你有在注意换房啊卖房的消息 你会发现啊找房不容易卖房要找到好的卖家更不容易啊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新一房屋推出了科技卖房的新法宝啊 AI大数据智能配案啊叮咚智能赏屋 让卖房简单多了啊 年底前还有寻宝好礼的三重送活动啊 包括呱呱乐售屋咨询来电礼还有月月抽dyson啊 卖房不卡关新一房屋为您的房子找到对的原因 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诶 听说你要换屋卖房的进度还好吗 诶 已经有好多人约来看房却都不是理想买家 换屋卖房你还在等离乡买家出现吗 新一房屋AI大数据智能配案帮你找人 串联全台直营买家资料库 万中选一精准配对 卖房别再白忙 找新一房屋为你找到对的人 新一房屋信任带来新幸福 新一房屋 新一房屋 新一房屋